欢迎收看城市新闻 世界外送员 把世界送到你家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外送员 我叫雨洁 坐到我旁边的是资深的记者 雅荣 大家好 我是雅荣 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边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你我所关心的世界议题 世界外送员是由素人记者 以及专业记者 我们一起来讨论国际的重要新闻 今天呢是第二集 那在第一集播出之后呢 有许多的粉丝 跟我们回应说他们听得意犹未尽 所以在今天的这一集里面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小改打 对 我们针对一个主题呢 做比较深度的讨论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讨论的主题 就是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 没错 那在家工作呢 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事情 在维基百科的定义里面有讲到 源自于弱势团体向政府和社会诉求工作权的保障 在这波疫情的影响之下 各国封城 人与人之间也要避免接触 那有许多的企业也因应有一个调整的方式 就是让员工Work from home 那就请亚伦跟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国际间的一些影响部分 其实这一波的因为疫情居家工作本来国外很流行 现在也在台湾 因为呢政府是希望能够减少人跟人时间接触嘛 所以在家工作 而这一波比较多的一些在家工作是以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为主 像是Apple 像是Twitter Google等等 因为他们比较多的是像工程师 电脑工程师写程式的 他们的工作可以在家里面 独自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减少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接触 或者是金融业的后端 像是研究单位 或是金融商品的一个开发这个部分 他们也是适合Work from home的 但是对某一些的产业来说 在家工作就相当的有难度了 怎么说举例来讲 营建业或者是建筑类的 他们的比如说像是泥座师傅 他们就是需要在这样子的工地里面来工作 所以你说他怎么样在家工作呢 所以就真的是蛮困难的 或是再举例说餐厅业 厨师你叫他在家里面煮菜吗 煮给自己吃吗 他必须要在餐厅里面煮给客人吃啊 所以对这些产业来讲 Work from home在家工作 就相对的难度是真的蛮高的 对 没错 在家工作挑战真的蛮多的 像我有朋友就跟我分享说 他在家没有办法专心工作 因为有太多事情让他分析了 所以我们就有讨论到说 环境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一个对的环境做对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的文章就有在分享 教我们怎么打造在家里面像在微型办公室一样 那亚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我觉得除了环境会影响你的办公的一个气氛之外 其实人的个性适不适合在家工作也很重要 怎么说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分心的人 你大能够专注于某一件事情的人来讲的话 在家工作挑战度很高哦 因为呢有可能你家里面有小孩 你家里面有父母同住 或是你的另一半在旁边 你正要努力准备要来认真工作的时候 旁边一个人走过去再跟你讲一句话 你可能就因此而分心了 所以呢在家工作对一个人的个性适不适合也很重要 还有我常常最近在网络上看到 就有些朋友在分享 明明主人很想要努力认真的工作了 但是他的猫咪走过来 一只手就放在键盘上面 请问你还怎么样认真工作呢 或是你家里面的狗狗就用很萌的眼神看着你 在哀求你主人带我出去玩 那你怎么认真工作呢 所以这真的有些人来讲说 在家工作工作效率是真的会打开 折扣的有可能 不过这是因应有一些人 他可能你时不时就去看一下冰箱 时不时在看一下电视 开个电视看一下的 对对这些人来讲 虽然是蛮不容易的 所以呢脑筋动的快乐业者就很厉害啊 就有科技公司他们研发一个APP 模拟你虽然是在家人在家 但是呢却让你的心情你的环境 像是在办公室你上班 他们就用声音营造出办公室你的声音 让你以为你自己是在办公室里面工作 所以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像是运用了办公室里面有人走动的声音啊 会有接电话的声音 或是会有影印机的声音 用这些声音的来模拟 让你自己以为是在办公室里面工作 没错那其实不止这些 有一些其实隐藏性的成本 像我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说 他出去外面工作他要进一间咖啡厅 可能第一下就是一杯饮料 那你坐得久 你就要再点一份餐 那一份餐又两三百 那其实每天的开销下来 会有一些隐藏性的成本在这当中 没错其实在家工作也会有一些隐藏性的成本来产生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有一张好好的桌子让你来办公吗 有的人可能是桌子相当的灵弯 或是他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让他好好的来办公 还有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用到电脑 你家里面有这个适合工作用的电脑吗 你有笔电吗 你有PC吗 因为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 其实这些的工作的工具是雇主提供给你的 但是今天你的工作长一换 换成在家里面 谁来提供你这些工具 这是一个是要跟雇主好好来讲清楚的 还有再来 如果你是在家工作的话 你家需要网络 那你家的频宽 网络的频宽够用吗 够吗 来支撑你在家里的工作 还有你一旦上传的一些东西 公司的一个资料 上传到云端 够安全吗 这些资安的一个议题也是 部主要好好来讨论的 一旦是你的 搞不好你的 笔电里面中毒了 你把这个有毒的软体或是资料 上传到云端 可能整个公司的资料也都因此而回了 这也是要好好来考虑 思索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家工作也真的有它一些 你看不到的一些成本 一些看不到的一些危害需要控软 难道在家工作都没有好处吗 我想到一个就是 你的房间会变干净 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视讯嘛 因为要视讯 视讯拍到那个角落可能是干净的 但视讯没有拍到的其他角落 有可能还是跟平常的一样张乱 不过就因为视讯会议的需要 拍到的可能你的家长什么样子 因此而曝光了 所以隐私权也有可能因此遭到的侵害 如果你有work from home的工作经验 那欢迎大家在我们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你订阅按赞分享 最重要的是要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世界外送员 把世界送到你家 拜拜